找个客人 不欺儿 是个人就行 这事儿没人惦你啊 画面中这个有着特殊择偶标准的大姐 就是今天相亲的女主角 老铁先给我点个赞 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家住一同满足自治县的齐战江齐大哥 是那位觉得男人没老婆 咋都敌人一等的大哥 上次齐大哥虽然相亲没能成功 但节目播出之后 齐大哥的朴实能干 却吸引了不少大姐的目光 说起齐大哥 那真是一个既能干又能吃苦的人 他曾经是个养猪大户 家里有几百平米的猪舍 现在已经66岁的齐大哥 仍然养着几头母猪 一百多只鹅 几十只鸭子 还种着一场五亩地的大苞米 另外齐大哥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对老伴特别好 平时他只管干活 不管钱 这么好的大哥 相中他的大姐可真是不少 家住长春市的正夫 郑大姐就是其中的一位 郑大姐在几栋啊 走这么远啊 四十一栋 郑福 67岁 萨欧 退休金2100元 与儿子同住 大姐你这个镜子是镜是镜吗 不是 单眼镜像大学教授吧 有细致啊 但是他没有度数啊 没有 哎呀你该够可爱的了 看着爱说爱笑的郑大姐 谁也不会想到 他竟是一位守了一辈子寡的单身母亲 三十多年前 郑大姐的丈夫因突发脑除血去世 留下了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郑大姐和两个儿子 当年丈夫去世后 不但有娘家的帮衬 而且工作单位对他们这孤儿寡母也特别照顾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 孤单了这么久的大姐 也想给自己找个办了 而对于将来在农村生活的艰苦 郑大姐似乎也早有思想准备 平时郑大姐也不是一个懒散的人 她有一个不同常人的特殊爱好 没事捡点废品 既能赚点零花钱 还能打发时间 那这么一位不怕脑不怕累的郑大姐和能干的齐大哥能否有缘呢 红娘首先来到了齐大哥家 哎呀 崽子长大了 又干啥呀大哥 又先捡鹅蛋呢 我咱先捞会儿磕再捡鹅蛋 哎呀 你这咋又造埋摊呢 葛珈 哎呀 快走 大鹅正下蛋呢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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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鹅下一半大药咬我 大鹅和鸭都比上次多了呢 又养了七八十 又啥呀又啥给我看呀 啥呀 我的天呀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齐大哥家的猪男产死了 小狗长大了 鸭和的数量多了 这啥都变了 但就是齐大哥的热情 一点都没有变 为了今天的相亲 齐大哥也赶紧收拾起来 咋呀 这外边不能穿衬衫大哥 这咋穿法啊 不行大哥 要么就穿里边那个 要么就把里边那个脱了 穿衬衫也包带里 这行吗 这也太嘻哈了 而在开车赶往齐大哥家的路上 郑大姐评论起齐大哥来 我相当有自信了 我陪他不几个来会儿 他长得老 反正他就是有点人 不凡人 我给我自己打分 打六十分吧 那你给齐大哥打分呢 三十分一半啊 转眼一行人就来到了齐大哥家 郑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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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分家了 哪个大哥 你多少岁啊 六十七了 嗯 手马的 手马的 我手羊的 对于初次见面的郑大姐 齐大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 就下一岁 年龄不是问题 长下去走 一般能生活 还是不能接受啊 而接下来郑大姐的一番话 让齐大哥更加的担心 看到齐大哥家成群的鸭和 郑大姐又发表了自己特殊的见解 而接下来 郑大姐又对齐大哥家的院子 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 我要是你吧 在这院儿挖个大瓷子 养鱼 没想到立刻遭到齐大哥的反驳 没提那挖鱼啊 挖鱼都没要 哎呀 车是有事 谁是那里有局 买车呗 这能开啊 这时郑大姐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你那四个老母猪 哪吃的 是老母猪了 猪了个啥呀 猪出事了 家高难产 被老母猪牺牲这事 郑大姐又发表了见解 这卫生搞得不好 你啥能养好啊 这不是卫生 你这样就养啥 你养不起来 用啥呢 他没看啊 经过对齐大哥家 一番细致的观察 郑大姐的心里 已经有了打算 人都不错 就是家里整的太狼狈了 屋里外的都埋得死 到后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养猪 养猪肯定有味啊 我告诉你 我妈和我爸是干嘛 我们住的房子 都是高楼大厦 这屋里的都特别干净 特别亮堂 她这 我窝囊也窝囊死了 齐大哥家失败的环境 让郑大姐难以忍受 那齐大哥家的屋内环境 郑大姐又会有啥想法呢 而齐大哥却说出他的想法 对于齐大哥的说法 郑大姐最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最终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 你说郑大姐和齐大哥相亲没有成功 是完全因为环境差吗 那齐大哥为啥不想为郑大姐改造一下环境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